2019最新最完整 圣诞倒数月曆开箱 最华丽最闪耀 最香喷喷 千万不要错过喔 哈喽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编辑正方 每年年底大家最期待的 就是重量级的 圣诞倒数月曆了 那我今天搜集了五款 非常厉害的圣诞倒数月曆 一次开给你看喔 什么是圣诞倒数月曆呢 就是一个礼盒 里面有24格 从12月的1号一直到24号 每天都可以打开一个小格 有一个小惊喜 它的由来啊 其实和宗教有关 为了庆祝12月25号 耶稣诞生的来临 大概在19世纪的德国啊 其实最早最早 有一个江陵阅历 那什么是江陵阅历呢 就是在12月1到24天 每一格当中 会有一个一小格 里面放一些圣经的诗句 来期待耶稣的道理 那演变到后来呢 可能就会变放成一些巧克力啊 来庆祝 一直到现在被美妆产业中 拿来当成一个耶诞礼物 有24格 里面有每天有24个不同的小惊喜 让你期待耶诞节的来临 第一盒也是最重量级的 JOMALON LANDON的耶诞倒数月曆 它可是非常热腾腾才刚到我手上的 它每一年的那个耶诞倒数月曆的外形都差不多 就是他们英国总部的样子 就是一个房子 然后上面有门牌号码就是52号 这是他们的耶诞倒数月曆 那我要打开来咯 这里面有一个黑色的缎带 其实一拉开来就是左右两边都能够打开 登登登登 你看有24格小小的抽屉 它每年的圣诞倒数月曆啊 它这个纸盒都做得非常的扎实 一小格一小格 其实如果你全部都打开来了 你还可以留下来当成你的小珠宝盒 我觉得也非常好 放在家里很漂亮 背面其实就是一个完整 完整的一个他们的街道的图 其实非常有英国伦敦的味道 那我们现在来24格 你们最想要看哪一格 JOMALON最多就是古龙水嘛 所以它里面有15种古龙水 其中大概有6瓶是黑瓶 黑瓶就是比较浓郁气息的味道 它里面也有哦 那我们来看看有哪些东西 我们先来看12月1号好了 因为12月1号是12月的第一天 这令人期待 这里面其实是一个 什么古龙水呢 打开来 你看它里面其实都会有一个 像糖果纸一样的包装 好像在拆糖果一样 可是没有要吃 只要用来喷 这是1号的古龙水 它是什么古龙水呢 JOMALON给你的是 罗勒与橙花的古龙水 那其实这个是他们很经典的味道 淡淡的白色香的基调在里面 好像喷完之后就是像洗完很干净的枣一样 非常的清新 我觉得这一瓶非常非常的好闻 好 再来要开第几号呢 12月3号好了 在这里 12月3号它其实也是一个古龙水 它其实是一瓶 一瓶黑瓶 这瓶黑瓶是乌木与佛手杆 这瓶我觉得非常适合冬天 因为它有一种冬天在炉火旁边烧着炉火的那种围炉的感觉 是黑瓶系列 这瓶也非常的好闻 接下来我们要开12月22号也是一瓶非常厉害的黑瓶系列 它是头目与皮革的一个古龙水 那它是一个自然融合一种皮革的味道 也很适合冬天 它是男生女生都很适合的一个中性香水 如果你是走比较个性调的女生 冬天非常适合这一瓶香水 接下来有三款身体保养类 也非常值得介绍 第一个是12月9号 12月9号 这瓶是丝绒玫瑰与乌木的淋浴油 洗完之后你擦干身体就会有一种润润的油脂在上面 就是你不用再擦任何的乳霜 身体就会很柔软了 这味道也是适合 有点带有玫瑰又有点木头的香味 很适合冬天 接下来是12月14号 它是今年推出来的新口味 这个是14号木耳药与淋浴香身体乳霜 它真的乳霜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轻柔 而且很快就被肌肤吸收了 不会有一种很粘腻厚重的感觉 在冬天使用起来很温暖 味道非常非常的温暖 接下来也是一个今年推出来的新味道 24号 这个24号其实是最压轴的味道 是今年推出的新味道 是罗勒与清零 就是一种很清香的沐浴罩 它其实这个香皂啊 它的泡泡很细致 洗完身体全身都超级香 我也超级喜欢这个味道的 这个圣诞倒数月曆里面啊 有三款迷你的香氛蜡烛 那其中我要开两款蜡烛给你们看 因为这两款蜡烛是只会出现在圣诞节的时候 别的季节是买不到的 这两个迷你香氛蜡烛啊 大概都是35克的容量 那第一款啊 这个是在4号里面 12月4号里面 它其实闻起来很甜 它是甜性跟马卡龙的迷你香氛 它是营造在一个 就是你经过长途跋涉回家 然后坐在沙发上面 喝一点点茶跟吃一点甜点 那种很温馨很舒服的感觉 所以整个就是很甜很甜的一个蜡烛 那第二款呢是12月11号 这个是焚香与火穴的迷你蜡烛 它闻起来啊 就是好像一个你在烧焚香 那种比较东方味道的焚香 有点让你心里会变得很宁静 很沉静 很安详的感觉 然后也很适合冬天 所以这两款其实味道差别很大 一个是很甜美 一个是很神秘 一次在圣诞礼盒里面 JOMALONE我开了8个 我觉得非常值得介绍的 其实里面还有很多其他 你自己慢慢去搜寻吧 接下来啊 这一颗巨大的Dipty圣诞倒数礼盒 是大概目前市面上最昂贵的 也非常非常的重 非常非常的可观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香氛蜡烛很多 所以它这一箱非常非常的重 那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圣诞倒数月曆的设计啊 它今年是以吉祥幸运服的概念 就是这个艺术家他把全世界各地区文化 对于幸运这个符号全部都画在这里面 然后又有一种很缤纷的色彩来呈现 那我们来打开给大家看一看 好 开门 哇你看就是把门打开来之后啊 这个就是集结所有的幸运服给你 希望你可以在2020年非常非常的幸运 然后像是有很多金龟子啊 还有老虎 还有那边招财猫跟幸运草 那这里面呢其实包括了8款个人的香氛 15款居家香氛 跟脸部跟身体保养各一 所以有25件 那我先来开一下就是个人的香氛系列 我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其实是4号 12月4号 12月4号啊 它其实是一个清爵的淡香精 它是今年才推出来的 然后味道啊非常非常的清新 然后一开卖其实马上就被抢光光 它这一次有放在它的圣诞倒数月曆里面 接下来啊是19号 19号啊其实也是我个人的私心推荐 因为它这个啊是杜桑的味道 杜桑其实是一个晚香玉的味道 是Deepty他的创办人 小时候跟他的爸爸在越南的生活经验 就是越南那种晚香玉 夏天有点点晚香玉那种花香飘来的味道 非常非常的清香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杜桑的味道 那它放在这个倒数月曆里面 它同时间有另外一款 是杜桑的身体沐浴油 9号它其实是也是杜桑味道的一个身体沐浴油 那沐浴油其实就是在你洗澡的时候 把它当成沐浴乳洗完之后擦干 身体就会传来那种淡淡的杜桑的晚香玉的味道 让你的肌肤很润滑 所以非常非常适合冬天使用 个人的香氛系列啊 其实还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特别 就是12月21号一个玫瑰之水的香氛贴饰 它其实就是一张贴纸可以贴在你的皮肤上面 散发出香水的气味哦 21号 这个12月21号上面有小瓢虫 象征永垂不朽的里面是什么 是一个他们的明星味道玫瑰之水的一个香氛贴饰 那这个啊其实在今年上市之后 其实大家都觉得非常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就是只要贴在你的身体的肌肤上面 它自然而然就可以散发出一种味道 大概可以持续个两三天 如果你不洗澡不撕下来的话 没有啦它其实可以撕下来重复的使用 它的玫瑰之水的香味可以让你一直持香一整天 而且是你自己才闻得到的那种清香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Deep Tea最厉害的就是蜡烛 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一款 这个是12月5号 它有点炭烧雾霉的味道 我觉得也是很像冬天啊 围在火炉在那边烧炭木那种围炉的感觉 很温暖 这个是大概有8个这种35克的香氛蜡烛 那35克的香氛蜡烛 平时店上是不会买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别人都没有只有它有的25号 那你看25号非常非常的大 其实里面啊也是一颗非常令人感到惊喜的大蜡烛 这个25号啊其实是它今年的圣诞限定的香氛蜡烛 然后里面啊其实是一种木质调 就是西伯利啊冷山啊雪松还有一些草的味道 那就好像让你走到那个森林里面的那种清新的香味 非常的有感觉而且有疗愈的效果 这是25号 接下来啊其实居家香氛系列还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东西 是Deepty以前从来都没有过的东西 12月11号这一格 其实是幸运的吊饰哦它其实跟香水没有太大的关系 它就是三个那个圣诞节的圣诞吊饰如果你们家有在装就是有在放圣诞树的话 其实把这三个金色的幸运服挂上去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接下来两个啊是Deepty的脸部跟身体系列 如果你是Deepty的铁粉你应该也知道他们其实有出脸部的保养品跟身体的保养品 那第一个啊其实是这个12月17号这个感觉蛮大格的 打开来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脸部的水凝露 里面呢是用玫瑰花的纯水做的一个水凝露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达到一个深层的保湿 那你也可以用它来湿敷其实皮肤会蛮润泽感的 接下来是12月6号也是一个跟身体有关的一个乳霜 是一个身体乳霜其实包装很小巧可是携带非常非常的方便 那其实我觉得他们家身体乳霜啊重点是味道都非常非常的清新好闻 那这一款啊是有玫瑰的香味也是女生最喜欢的玫瑰香味 它的质地啊其实很滋润很适合冬天来使用 抹上去之后啊皮肤会有点润着的感觉可是也不会太油腻 所以当你全身抹完之后就是全身都散发着很香很香的玫瑰味 以上就是我帮大家开的Deep Tea的一些我觉得还蛮惊艳的礼物 那还有其他的格数如果你有兴趣的话自己去看一下吧 接下来啊是欧苏丹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那他们以前的倒数月曆啊都是用搓搓落的方式 今年非常非常的特别 那我们来打开来看一下 看来是这样子 它有一个腰风打开来之后啊其实还是一个纸盒 可是纸盒非常非常的特别哦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设计概念啊是一个魔术方块 可以翻转的概念 像这样子你看翻过来翻过去 就是无限的打开来翻过去 然后它的号码就会变来变去 所以如果你要找号码其实还蛮不好找的 那今年啊其实欧苏丹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它有三款有黄色蓝色跟红色 那这一款红色啊是他们的奢华版 它的插画其实是台湾一个插画家潘兴平 这个女生画的设计 然后其实整个都很缤纷很童趣 希望可以就是永续环保的概念 那我先介绍就是脸部两个明星的产品 就是如果你是欧苏丹的粉丝你一定会有的产品 是哪两个呢就是16号跟22号 其实这两个啊是脸部的明星产品 一个是16号的这个蜡菊霜 其实这个蜡菊霜是他们的明星成分 就用到了这个蜡菊的植物 可以帮助你的皮肤啊 就是如果在冬天的时候皮肤很干燥 有一些纹路啊就是或是松弛啊 它其实一瓶就可以帮你解决这些 有点老化的皮肤困扰 另外22号啊这个光脆激活露啊 也是他们超明星的产品 它其实里面啊是一颗一颗的围倒 精球的科技再加上一些成分 所以擦在肌肤上非常的柔润 欧苏丹的明星成分就是乳油木的这个成分 然后很多人也都是因为欧苏丹的那个 乳油木的护手霜非常有名 才认识这个品牌的嘛 那这个倒数阅历里面啊 其实有8款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乳油木的产品 像是护手霜啊护足霜啊 还有就是洗澡的啊 沐浴油啊护唇霜啊 它有8款 那其中里面啊有一个最特别的 就是台湾没有上市的乳油木眼膜 它其实是在12月6号这一个 那我们来找找看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一盒啊 乐趣就是在于很难找到你要的那个日期 然后大家帮我来看一下到底6号在哪里 12月6号隐藏版藏了台湾没有上市的乳油木 找到了原来它藏在这里 那这个眼膜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它是一个片状的眼膜 台湾完全没有上市 它其实就是敷在这个眼角的这个下面 就是因为这边其实还蛮容易产生肝纹跟细纹的 那所以需要一个乳油木的滋润 所以它就是敷在这里 倒数圣诞月曆里面啊 其实还有两款 就是它的洗发精跟润发乳 是草本修护的洗发精跟润发乳 我自己很喜欢这个系列 因为它里面还有五种的植物精油 所以可以把你头发洗得很干净之外呢 还可以给你就是植物精油的滋润 洗完就是很蓬松很柔顺的感觉 它是在12月的12号跟12月的20号 就是这两款 一个就是草本修护的洗发精 跟草本修护的润发乳 圣诞倒数月曆里面啊 其实最大奖就是12月24号这一天 那欧书丹里面放了什么呢 其实是就是今年最新上市的 原野之星的香水 那这个香水啊 其实一上市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它的瓶身非常的可爱 然后啊我自己要再加码开一个东西 就是它12月7号也是我的爱 我的什么爱呢 因为它也是乳油木系列 它是一个手磨霜 那其实它比护手霜啊更滋润 因为它加了这个乳油木的 它有25%的乳油木的成分 很多人冬天啊 如果像是那些手指的地方啊 常常洗手又干又裂 甚至有点流血 什么东西都不敢碰 那你擦上这个手磨霜 它其实就好像帮你的手 加了一个隐形手套一样 可以帮你修护这些干裂的地方 所以冬天只要是手会干裂的人 你一定要试试看这个欧书丹的手磨霜 接下来啊是少女的最爱 就是Paul&Joe的这个圣诞倒数月曆 那他们其实是第三年推出这个倒数月曆 然后第三年其实也是最豪华的倒数月曆 其实这个倒数月曆上面的设计啊 依然是有他Paul&Joe很可爱的地方 就是他的设计是Sophia两只爱猫 依然在上面 还有这些粉红色跟粉白色的这个西洋菊 搭配圣诞节那种雪花纷飞的样子 非常非常的有甜蜜的圣诞节的感觉 Paul&Joe圣诞倒数月曆它的形式是搓搓乐 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号码里面是看到综艺的 就直接搓下去就对了 那第一格啊我要介绍的就是它的明星产品 它最热卖的保湿隔离乳是在12月2号这一格 在右下角这一格 它其实就是有一个旁边有一个小小的这个 像门栓的地方按下去 其实它就可以打开门 门就打开来了 然后呢它这个这一款呢 就是它畅销的这个保湿型的隔离乳 它里面有一些就是很漂亮的金色珠光的粉末 它其实对于修饰我们亚洲女生的皮肤啊 可以带来一种很光润的效果 同时也很健康的肤色 保湿隔离乳 接下来啊我要开的是Pore and Joe的有关于唇部的产品 12月的4号 4号在哪里 4号在这里 哦它是上纖型的 它是一个什么呢 哇有没有很可爱 它上面啊有很多蜜蜂的图案 对它就是一个蜂蜜的护唇膏 那我还满喜欢它们家的护唇膏 因为它就是满滋润的 接下来啊也是一个唇部的产品 是12月24号 其实是最大奖 第一个马上就开出来了 打开来是什么呢 哇其实是一个他们家的唇膏耶 猫咪保湿唇膏 其实这样看起来好像没什么 因为你知道他们家的这个唇膏 都要另外有一个唇膏的套子嘛 它其实打开来是一个 一个猫咪的头耶 你看这是他们家就是 大家只要是猫咪咪都很喜欢的保湿唇膏 那它这个颜色是008 是属于正红色 那比较很适合亚洲的女生 另外啊唇部系列还有一个限量的产品 隐藏在这里面 就是21号 来看一下是什么 它其实是一个限量的保湿唇蜜 现在冬天啊 其实大家流行比较雾面的唇膏 可是有很多女生还是喜欢唇膏 有一点点光泽感 所以这个限量的唇蜜 其实插在你的嘴巴上面 它可以让你的唇膏上面 有一点点亮着的效果 其实也蛮好看的 接下来啊 Paul & Joe 它们的腮红其实大家也都非常喜欢 然后它有一个限量的双色腮红 就是它有珊瑚橘跟玫瑰红 这个也是很多女生非常喜欢用的 不败腮红 在这里打开 哇你看这么大 它其实是一个正货 它其实是有珊瑚橘跟玫瑰红 你可以这个做成主色 然后呢珊瑚红就做来做为打亮 然后它里面都含有金色的一种粉末 所以金色的粉末很适合我们亚洲的 就是偏黄女生的皮肤 可以让你的气色很健康很自然很红润 另外啊我要开一个就是它的一号 因为它这个一号啊 范围实在占太大了 实在是太好奇它会是什么东西 哇要用撕的耶你看 好大气喔 哇你看好大一个 这是什么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化妆包 后面其实是整个毛茸茸的 是一个老虎头的图案耶 拉链的部分也是它的这个很特别的 这个夕阳局的 就这个化妆包看起来就是好温暖的 好适合冬天 其实它这里面啊 除了这个化妆包之外啊 还有一个束口袋 也是可以装东西的 其实这个限量的倒数月曆非常值得买 你再去买去找找看那个束口袋在哪里吧 接下来啊我要介绍这个来自希腊的品牌 Apifida的圣诞倒数月曆 它其实是希腊的牌子 它今年才进台湾的市场 没想到就这么快 跟随着大家的脚步 推出了圣诞倒数月曆 那它跟别人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它只有12格 而且是也是不规则的在这上面 然后也是一个搓搓乐的形式 第一个啊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它在台湾最畅销的一个保湿面膜 在12月18号这一天 它这个保湿面膜啊 其实是仙人长滋润保湿面膜 保湿感不错 是很适合冬天 另外一个啊就是希腊最畅销的面膜 南瓜净化面膜 它其实里面啊有南瓜的成分 还有一些高领土的成分 可以帮你的就是皮肤上的一些油脂跟杂质 吸附干净 这是希腊的畅销品 接下来啊也是最重要的 我要开它1号 因为它的这个1号啊 是台湾买不到的一个护唇膏 这一支啊黑触力的护唇膏啊 其实目前你台湾想要买是买不到的 画起来啊有一点点就是 莓果色 除了滋润你干燥的唇部之外啊 它还有淡淡的颜色 可以帮你修饰一些比较苍白的唇色 接下来是我自己还蛮喜欢 他们家的保湿润泽洗发精 它其实在12月10号这一格喔 就是这一瓶洗发精 其实这一瓶洗发精啊 我还蛮喜欢这种容量的 因为一般在柜上买可能是大容量 那其他的品牌如果给 可能就是更小的容量 可能大概洗一次两次就没了 那这个大概可以洗到 如果你出国是那种5到7天的 这一瓶绰绰有余 那它其实这里面呢还有搭配 一样的润发乳跟发膜 是一整个系列的 所以带出去万事俱备 圣诞倒数月曆介绍完之后啊 我自己想要私心加码推荐的 是香奈儿的这个 节庆香氛珠宝盒 因为它实在是太漂亮了 打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哇 其实你看它其实就是一个一般的 香奈儿的香水 只是它旁边啊多了很多 圣诞礼物的概念 把它摆在家里啊 没有圣诞倒数月曆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也像是一个 很有节庆感的礼盒一样 有一个No.5跟一个No.5 Low的香水 这两个香水都是我自己的最爱 那摆在这边每天心情都很好 陪着你一起度过12月的耶诞节 那以上就是我介绍了 这么多款耶诞节倒数月曆 你对哪一款比较有兴趣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哦 我们下个礼拜五再见 拜拜 拜拜